6月20号花林地区发生了地震 造成了万荣乡 一处民宅发生了火警 让屋主陈秀兰 唯一的家是富之一具 加上他身体有病痛无法工作 又没有妻生之处 相当的可怜 秀林乡名代表连一龙获悉之后 也协助他寻求社会善心人士的协助 而在经费到位之后 11号特别开始在县地进行整地重建的工作 预计8月初就可以完成 来议员陈秀兰的家园梦 早一点完工 完工的 也三八十二的 有方案 也可能也有方案 不够的 那就花开张吧 今天是开工的第一间 谢谢安安 也知道 我拖了 然后大家有个路等 议员下面代表连一龙 以主耶稣基督徒圣明来祷告 祈求新建房屋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0620的一场大地震 造成望龙乡进行村一处民宅 发生火警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房子没有了 五族 陈秀兰身上有病痛 没有谋生能力 议员下面代表连一龙获悉之后 先是自身微问金2万元 先后也前来会看3次 从此也寻求社会人士的爱心 来募款协助程序栏重建家园 11号并且举行动土典礼 今天再度来到我们的建勤村 第三次来关心他们 对这一次 这个灾户很辛苦 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各界 来自各界的爱心监管 我们做一个这个房屋的重建 尤其是那位阿姨很辛苦 自己本身也罹患了一些癌症 现在在就医 我也相信小朋友他们的孩子 对这件事情非常感恩 那今天我们也来到了一个 我们前中期的 我们洗县长的办公室主任 吴香兰大姐 他也非常的热心 亲自来到现场 因为前阵子因为 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没有来到现场 今天特别来到这边 也非常关心这个受灾妇 我也谢谢吴香兰大姐 亲自前来关心 最后我在这边还是要谢谢 所有幕后的监政者 以及我们幕后的所有的工作团队 谢谢你们 也感谢主 希望在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这个福建家园 今天来到我非常谢谢 连代表 他是秀宁的人 既然他来这里关怀 知道我知道的时候 我就现场来 也在这边关怀 他呢就是 召集了善心人士 来协助这个灾情修复 这一个灾妇 也非常谢谢 我们连代表 有这么样的一个用心 以及诚恳 以及热心呢 把我们这个灾妇呢 就是 争取的经费 今天就是 开始开工了 我们谢谢他的努力 那么也谢谢大家 让他来相邻了 平时对他们的光区 休闲下面代表 雷诺表示 感谢各界三星人士的爱心 大力协助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当成就让村民们 未来有新的房子可以居住了 黑素是一元他的梦想 记得订阅 忘了订阅 不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